高雄自立路橋拆除寬敞的自立路 在最近出現新的路面標線 乍看標線兩端連結路邊 框出一個大格子 直擊到路線況 汽車直接靠路邊停 附近居民透露標線化身後 車輛停放狀況增加 明明沒有停車格 假日常停一整排 上班日更是一味難求 路間沒有畫紅線 車輛一旦停著不動 住戶抱怨進出動線容易遭到阻擋 路邊上新增標線一畫 路間形同免費停車場 附近居民質疑停車阻擋動線 慢車道的寬度也因此縮減 這次調整是因為原來的慢車道 寬度過寬 那我們增加畫設路面邊線 來修飾路行及行車的範圍 那改善行車的安全 那該路段原來就沒有整個路段 禁止路邊停車 自立路橋拆除後平面的自立路 再畫路面邊線明確定義車道的行駛範圍 原本用意是增加汽機車或行人的使用彈性 引發輪圍免費停車場質疑 交通局表示不排除是實際的路況再調整 三連續連關機 翁玉文 高雄報導